頭條開獎提到開會員囉 邀請您加入會員 加會員支持頭條開獎 一起成為最有影響力的華文新勢力 蔡英文當然也講了很多的話 除了講到這個所謂的 我都願意去當陳時中的國際局局長 這樣子的話之外呢 那另外我們也看到 他確實是有提到說 他過去在台北市這邊拿了多少的票 然後他還特別說 要能夠拿到46.5哦 要加油哦 如果這樣子的話 陳時中就可以選得上了 你看他的目標相當的明確 有用嗎 其實就像剛剛凱翔說的 他們的算數當然是說 希望把蔡英文的知識者 盡量的轉移到陳時中身上去 但他們忽略了一件事情 就是陳時中的負評 實在是太大了 即便是32喜歡他的人 全部投給他 每一個喜歡他的都投給他 這樣夠厲害了吧 那還是不夠啊 這是一個問題 那蔡英文 為什麼蔡英文這樣全力相挺陳時中 因為陳時中不只代表他面子 也代表他的理智啊 所有的利益的結構都 現在全部蔡英文都壓在陳時中身上 坦白說之前我聽到蔡英文幫他錄那個 語音call out的電話的時候 我已經非常訝異了 結果我前幾天還接到的是陳建仁 他也幫陳時中錄這個call out的電話 因為台北市長選成這樣 毛起來幫他選了 對 一個台北市長選成這樣 我史上未見 你知道台北市長不是我們議員有沒有 不需要靠什麼名人 還去打call out電話幫他選 而且是過去的 就現在的總統跟過去的副總統 所以陳時中本身是沒有角色的 他的角色就是 希望把民進黨的票通通投給我 希望蔡英文的票投給我 耶 我就當選了 可是因為他本身的人設實在是太讓人討厭 這是一個 那他蔡英文 讓他大家就會覺得很奇怪 你蔡英文自己被人家質疑說 你五百多天都沒有開記者會 都怕記者去問你 你對國家大事 你都沒有態度 動不動只發臉書 那為什麼你為了陳時中 可以到廟口去開獎 你怎麼敢去廟口開獎 你不敢被媒體問 不敢在總統府裡面 跟媒體開記者會 卻敢走出來幫陳時中選舉 大家不會覺得很奇怪嗎 那後來就有一個民進黨的這個人 跟我講說 因為會來廟口都是他的同溫層 又不會問他問題 只有他講就好啦 可是記者會問他問題啊 那萬一問出讀稿機以外的事情 他怎麼回答 所以我覺得這兩個人都蠻可笑的 他們現在只是打算打一個主意 就是利用算數來贏 什麼叫算數來贏呢 當一對一的選舉 民進黨在台北市 幾乎從來沒有勝算過 即便是陳水扁 一對一 因為他沒有辦法過半 抗中保台或者是森綠 或者是台獨在台北市 從來都不被買賬的 所以他每次就想要利用 譬如說第一次陳水扁 利用撒卡都的狀況 這個藍軍自己分裂 陳水扁獲勝 然後再來就是柯文哲 找了一個人來合作 然後獲勝 這一次他又想利用撒卡都的狀況 一開始想要捧皇分獎 就說你們都是藍軍 想要把黃珊珊跟蔣灣推到另外一邊 這一半的餅你們自己分 我吃這一半我要獨拿 結果搬石頭砸到自己腳 發現說黃珊珊其實曾寄了很多 柯市長的選票 柯市長過去就是拿很多民進黨的選票 綠營的支持者 那現在他們又在那邊算說 如果我可以拿到這個蔡英文的一點點選票 我已經有32了 那如果我再拿到一些些 只要8%就好了 那我就試死了 我就有機會贏了 所以民進黨在台北市長選舉裡面 他沒有什麼政見 也不在乎說走回抗中導臺的路線 他一直在算的就是算數 我到底要讓黃珊珊起來呢 還是我到底要黏著蔡英文 所以就一直想在靠算數在台北市獲勝 可是就像凱翔說的 如果說真的蔡英文的盤出來 效益不用太大 移轉個8%10% 還真有可能讓陳中撈到台北市長這個選舉 還很難說 很難說 所以當然最後我們講話 一定要全力的把票吹出來 要讓台北市民感受到這個危機意識 不要覺得說民調一整年都在第一 就一定當選 沒有 因為陳時中也只差一點點 是 畢竟蔡英文現在呢 他不但是總統還是黨主席 所以其實也算是個大咖 大咖在助政 在拼命的站台助講 那是不是真的能夠催出支持者的熱情 我覺得這很重要 尤其像委員也是這麼多選戰經驗的人 那我們當然要看 民進黨裡面有一個蔡英文 那國民黨呢 或者是其他的這些選將們呢 那他們的大咖在哪裡 誰有這個辦法 能夠催出這個支持者的熱情 我覺得這其實也是很重要 而且還有一點 你看在台北市 大家講說很重要的是空戰 打空戰 輿論戰是不是也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因素呢 委員 我很早就認定台北市的選戰 其實結果跟格局都早就確定了 我講這句話是好幾個月前 因為台北市的選民結構太穩定了 所以不是一個什麼選戰戰略 技術 空戰 能夠去改變 除了候選人有犯了一些重大的錯誤 或者過去有一些太過不良的紀錄 比如陳時中高端疫苗採購 這是很不良的紀錄 那選民結構 基本上投出來的市長選票 距離什麼 距離市議員的選票 整體選票不會差距太遠 國民黨大概這麼多 民黨大概那麼多 所以跑不掉太多了 那所以有沒有更大咖 其實最重要是候選人自己最大咖 比較重要 如果候選人不夠大咖 像剛才蘇偉講的時候 比較新進的這個市議員 要找什麼更大咖的市長來 那是複數選區 單一選區的話 你立法委員找誰來站台都沒有什麼用 何況是市長 那如果你老師要靠大咖來助選的話 表示你的份量不夠 你才有這種結果吧 那你分量不夠要往上爬 本來就是只是基本盤而已 所以用途不太大 何況你找來蔡英文 我們不可否認蔡英文在上次的總統大選 在台北市真的把韓國瑜打得落花流水 這是一個被面對的客觀事實 他在台北市贏韓國瑜贏很多 那這個會不會複製呢 不會不會 因為蔡英文不是韓國瑜 蔡英文是另外一個特色 另外一個特色 所以在台北市選戰來講 蔡英文自己就是最大咖 要有這種自覺 或者蔡英文有這種認知 不要客氣 你就是台北市最大咖的人 你找韓國瑜來站台 或朱立倫也好 或者什麼侯友宜也好 有媒體造勢的作用 但是你已經到了那一個 能夠一夫當官的一個地步 你看嘛民調一路來 他有沒有落後過 沒有啊 不管起起伏伏 不管很多友好的聲音 批評他 惡質的聲音罵他 他都是穩定領先 穩定領先 他就是這種品牌 包括周一寇的事件 不但沒上到他 反而是幫他忙 那他民調起起伏有個特色 其實民調只是在偵測 選民結構的反應 比如說你百分之多少支持 講官百分之多少支持 這個陳時中 那不同時間的情緒 有不同的反應 他沒有辦法改變 這個選民結構 選民結構相對非常穩定 尤其是台北市最近 有所謂的八萬人離開台北市 相對年齡層比較年輕 因為年輕人比較容易改變立場 他還在尋求 一個結構穩定投票 那這些人反而會使得 台北市選民結構更加穩定 所以在這種情況底下 蔡英文在目前在台北市 跟他2020年來相比 他是沒有行情的 我們不能 你不要以為他可以 以那種打敗韓國瑜那種之害 打敗韓國瑜是有一個很大的客觀環境 再加上韓國瑜當時有很多的失誤 所以造成今天講外面沒有這種失誤 反而你陳時中失誤了一年 所以你對於這個蔡英文來講 他在台北市 我講一句不客氣 沒有什麼行情 所以你要對陳時中幫忙 就像剛才凱翔說 就是把你原來那一群人 在民調裡面願意表態 因為剛開始覺得表態支持你 陳時中很丟臉 很丟臉 那現在蔡英文雖然弄一弄 終於在民調裡面願意表態 其實陳時中的選票至少三十幾% 不用擔心 因為他私議員的選票這麼多 就把投給民進黨私議員中間選民扣掉 因為那是30% 那至於這個黃珊珊 他說要成績講柯文哲的選票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為什麼不可能 當時跟丁守中競選的時候 不要忘記 這個他拿五十八萬票丁守中競選拿五十八萬 兩個只差三千票而已 而且這五十八萬票 三十萬票是民進黨過來支援他的 所以他是要行情 可是你黃珊珊不是柯文哲 你是外省人 你在藍綠兩邊跑來跑去 你從來沒有在綠裡面被認可過 就像柯文哲被認可過 所以這些支持 臺北市支持會支持民進黨的市長候選人的 有這個特色 一定年紀比較大 本省人比較多 然後這些人的省級意識非常強 不可能投給你啊 不可能的事情嘛 所以流不過去 所以這個為什麼你會看到說 黃珊珊在民調一直在說一直在說 因為他是回歸基本盤 那種表態是一件事情 你願意去投他又另外一件事情 因為你投他是一種習慣性的 選民結構所造成的 那蔣萬安一直在穩定那邊 因為我一直跟大家講 剛開始大家都不相信 現在結果出來嘛 就是說蔣萬安再怎麼差 選票不會比連勝文丁守中少嘛 他的環境條件比他們兩個好嘛 所以他六十萬票起跳是很正常的嘛 那這個這樣的一個現象的話 你剩下的這個 如果陳時中拿到四十萬票 五十萬票 剩下黃珊珊就沒多少票了嘛 所以這個選民結構決定 唯一會出現變數 就候選人犯下致命的錯誤 很嚴重講錯話 對 或者突然冒出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是 那就沒辦法了 就是如果是抹黑啦 奧薄啦 這種東西就很難說 不過我可以補充一下嗎 如果後面還有別的題目 那我簡單講一下 我覺得剛剛委員講得非常正確 就是很穩定 因為你仔細看那個民調的細項啊 這個黃珊珊她的支持度是靠著說 她在二十到二十九歲 她的支持度是百分之四十幾 我可能要回來讓我們的這個導播看一下 我們做了那個民調的圖吧 你做了那個民調的圖 有有有 來來來這個 來這個導播是不是讓我們看一下第二張 對就是這一張 來開箱 就是這個 對就是這個數字 但我講她的細項是說 黃珊珊的支持度二十一%是靠著百分之四十 在二十到二十九歲這個年齡層 有百分之四十以上的人支持她 但是她隨著這個年齡層 是一路往下 到六十歲以上她的支持度只有七% 這是一個 這其實是一個 我過去跑政治這麼多年 我沒有看過這樣子的結構 是投票是投得出來的 不得不說 其實就是就是 年長者投票的意願跟動機 還有她的行為是真的比較固定 而且會比較踴躍的 那再來陳時中的狀況是 她在她在不同年齡層 她有年輕人的支持者 但是我覺得那些票 那些票很 那些票是支持度很高 但是投得出來嗎 其實我是很存疑的 那是關鍵 然後再來陳時中的狀況 就是非常的不穩定 她的年齡層就是高高低低 她沒有一個趨勢 然後特別是在民進黨過去兩年 幾乎把國民黨殺到丟虧 棄甲的年輕選票 她只有兩成出頭 這件事情對陳時中來說 基本上就是致命傷 也就是她為什麼會選不贏 最主要的原因 那再來講 就是在以國民黨的候選人來說 她的年輕人支持度 在二十到二十九歲是兩成多 那已經算是不差的表現 特別是她跟陳時中在伯仲之間 這已經很了不起了 那除此之外在其他年齡層 幾乎都是穩定的三成到四成 非常穩定一致性 所以這個結構相對來說是健康的 所以我覺得 看起來委員講的這個結構穩定的 這個論述是合理的 海荒鮑魚干貝EXO醬 裡面有嚴選新鮮的頂級海鮮 跟蜜製的獨家配方 還有富含膠原蛋白 還有黏多糖 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質鮮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豐富 現在購買還有優惠喔 輸入我的優惠代碼 ZTI714 享有折扣喔